好 歡迎到前面百分百 講到說 剛剛我們提到這個川普 真的是有驚無險 上個禮拜還被子彈攻擊 現在就要問頂白宮了 真的是意外跟明天 真的不知道哪一個會先到 今天特別講到說 真的看起來他的白宮之路在眼前 還好躲過了這場意外 不然的話現在家人聚在一起 可能就不是這種慶賀的事情 好 今天特別請到我們這個遺產分配專家律師 蘇佳宏律師要請他來到現場來 直接要花點時間讓他請他上來 因為他今天的主著拐杖都要來到現場 告訴大家了 我們看看說這個問題 因為遺產的分配 有人講說配偶過勢 真的就是另外一個人可以拿一半嗎 這是以往的概念 覺得說好像應該可以 但是今天你告訴大家這是錯的 所以有時候真的明天意外到底什麼 哪一個先到 有時候不小心意外就到了 所以什麼凡事都要把準備好 好 不過這次也要說這個雖然意外了 但是至少你還可以來到現場 你算是不錯了 今天剛好來也要告訴大家你出新書了 恭喜恭喜 時刻就是利益主最好的時刻 所以所以說的時候有時候意外很快就到 但是我們的愛啊 現在就要展現 因為我們如果現在不寫的時候 等到我如果今天我意外很嚴重 我沒辦法講沒辦法寫的時候 你知道嗎 大家是爭財產啊 大家是因為你知道嗎 你沒有講嘛 所以每個人都拿到法律師說 你看我法律是平分啊 所以我就要跟你爭啊 我要找打官司 可是如果相反的 我們現在呢 我如果寫下一篇遺囑 我把規矩寫下來 他們不用爭 我這個分給你那個分給他 那這樣不是很平安嗎 白紙黑字大家都有愛 亂的話呢大家都來恨了 然後來爭產 然後來支配你的財產 對 所以我們愛的話 此刻就利益主最好的時刻 好 當然今天我們剛剛有告訴大家這個案例 配偶過世 居然呢 另外一個配偶說 我要先分一半之後 剩下的才會分給子女 這個觀念 本來我們想說沒錯啊 我陪你一輩子 當你老婆 當你老公 那過世之後 分你一半財產之後 剩下的再分給小孩 讓我的晚年也有點保障 這難道不對嗎 這個原則上 概念上好像對 法律上是不對的 法律上不對 法律是不對的 分一半的時候 我今天財產有多少錢 你要分我一半不好 不是這樣子 你要知道 我看我們兩個什麼時候結婚的 夫妻財產分一半 那只是一個概念說 我們今天應該是結婚後 結婚後賺的財產 例如說你賺的比較多 我賺的比較少 那所以我們賺的比較多的人 你還剩下來 你花完了還不算 所以剩下的財產 你多的要分給我少的人 而且是婚後財產 所以分一半是不對的概念 不對的 對 仔細的來講是不對的 所以你不能說他有多少 我就分一半 這是不對 你還要精密計算 所以有的時候是再婚組有沒有 再婚組前面他已經有很多錢了 你再婚的時候 其他後面財產增加是比較少的 所以抱歉 你不能拿全部財產一半 而是婚後增加財產的一半 而且這跟你差了差距的一半 差很多 對 來看看這個案例好了 到底這個案例 到底是出了什麼狀況 把這個事情 把這個問題掀起來 讓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來不是分一半 對 因為是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人過世之後 他們感情可能不見得這麼好 那這個太太就跟他的孩子說 孩子啊 這樣好了 我的所有財產 未來就是你們 還有這個 因為他們跟先生沒有離婚 感情不好 那所以說 那這樣全部就每個人就評分 評分 公平 公平嘛 那那先生也想說 也沒有想那麼多 也OK嘛 公平 所以太太 他過世的時候 有兩千萬的財產 不過他有欠款三百萬 所以照理來說 所以兩千萬扣掉三百萬 就是他有一千七百萬 要扣掉那個負債 負債嘛 所以每個人大概就變成三百四十左右 所以每個人就可以分三百四十萬 平均可以 平均 每個人如果是按照五等份去分 有四個小孩加一個老公 對 五分 平均一個人可以拿三百四十萬 對 那我們他就想說 那這樣沒錯 每個人三百四十萬 結果呢 這個先生的老公他就拿走 錢有錢就好啦 就拿走啦 可沒想到過了十年之後 他聽了 看了節目 有人跟他講說 你應該是可以分老婆一半 怎麼分五份連小孩都跟你評分 對啊 你老婆錢比較多耶 你錢比較少耶 我就氣烏烏的跑去跟兒子小孩要錢 兒子 你沒有搞錯啊 我是你老爸 你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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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 媽媽交代什麼 全平均分 我們拿到三百四十萬 你不對吧 聽說是不是可以分夫妻生理財產 我跟他拿一半 我拿一半對不對 我拿一半 一千七百萬拿一半 不得了 八九百萬 對啊 而且還在分 我才拿三百四 我本來可以拿八百的 對 不對 差那麼多 不行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整體在哪裡 我們要知道 今天分遺產的時候 其實配偶有兩個權利 第一個權利是 要先分夫妻財產再分遺產 可是這個東西 是你要知道才會有 其實我們遺產的部分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遺產部分 假如這是遺產 遺產部分 這個是積極的錢 就是說 今天我有多少錢 我可能有土地啦 或者說我們現金啦 這個現金多少 這都在這邊 可是這邊有負債欠債 你欠誰錢 你可能欠外面銀行錢 欠什麼錢 還有欠什麼 丈夫的錢 夫妻的錢 就是夫妻財產 所以今天夫妻剩餘財產 這部分算是欠債類的 那最後一個是稅 所以我們在理解上 我們在分遺產的時候 就知道 你有積極財產 土地 股票 我們的股票族都在這裡 都加在一起 是你的錢 那還有一個欠債 銀行貸款 什麼貸款 借錢 還有夫妻財產的欠債類 還有稅的類 所以你的財產要扣掉欠債 這些東西 對 然後最後才是遺產 才是遺產 才能分 才能分 是這個大的概念 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請求差額分配有沒有實效 有啊 有時間的限制 所以你知道說有差額說兩年內就要要 所以那個老公十年後才氣呼呼地跑來找兒子說 你以前騙我 對 沒有用了 沒有用了 超過時效了 對 你知道說有差額兩年 有時候我不知道啊 你騙我 可能有時候他有一些隱藏部分 五年內也要去主張 最晚五年內 對 所以你這十年已經超過了 抱歉 所以沒辦法 還有實效 要記得 要看電視 要聽書醫師講 有時候這個遺產 所以我才寫這本書 此刻就是利益主 最好此刻 讓大家都知道你自己的權利 那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這個先 太太說 那就分五分之一給 其實我碰到很多感情的沒有那麼好 或者說這個先生 他就是對太太不好 家暴 可是太太又沒有跟他離婚 所以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可以讓這個先生喪失繼承權 拿不到 拿不到 對不對 五分之一都不給他 可以拿不到 拿不到 有沒有幾個方法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待會再說了 不過我們先搞清楚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算清楚 為什麼其實不能說 一定可以分到二分之一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先看財產的狀況 太太的就是兩千萬遺產 可是兩千萬遺產 未來要怎麼分呢 你要知道 第一個 她兩千萬的時候 一定要還欠債 對不對 先把欠債扣掉 那另外財產分 要講夫妻財產的時候 要講婚前跟婚後 婚前的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們 我自己的 那你結婚 你也沒貢獻 我們說夫妻為什麼可以互相有財產分配 所以我們結完婚之後 就是一體 所以互相有貢獻 對不對 所以婚後才能分 當然還有一些細部規定 我們大方向現在這樣 所以婚前財產是不能分的 所以今天這個先生要來知道說 能夠分的就是婚後的剩餘財產 你一定會很好奇 很多人就問我律師 那為什麼叫剩餘 剩餘 剩餘 這什麼意思 就說今天也許的太太 也許她可能賺了 她可能賺一億 最後剩下婚後 假設賺一億 剩下九百萬的話 那只是能夠分九百萬 所以剩餘財產是這個意思 婚後剩餘財產的九百萬 剩餘的部分就是扣掉 花完 花用都不管 花掉的 然後呢 還有我可能要欠的 欠錢的 我要還掉 我要還完 扣扣扣 最後剩的才是你可以跟她分的 所以先生可以分才二分之一嗎 那是不是九百萬直接分二分之一呢 其實也不是 不是 要看你自己在婚後 還有多少錢 要比較 要算算看才知道 那我們來算一下 如果她剩下九百萬的話 對 所以你看 因為先生婚後名下有兩百萬財產 先生也有兩百萬 對 所以你要看別人的錢 你不要看自己口袋 你不能說我全部都要你的錢 不是 我自己口袋要比比看 是 好 所以這樣先生主要主張 夫妻剩餘財產差分費錢九千 不是一半 那主要是這個九百萬 是剛剛我們算出來 剩餘的 剩餘財產 那接下來 這個先生剩餘財產兩百萬 要扣掉 扣掉 所以他們兩個平均嘛 他們兩個差額就是說 他們兩個平均的差額 就是這樣 如果分三百五十萬給先生 但是比較公平 所以照理說先生可以拿三百五十萬 對三百五十萬 這是指夫妻財產 所以他拿到三百五十萬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說 那我們把遺產 那怎麼分 因為這個先生可以分兩次 一次叫做什麼 夫妻財產 一次分遺產 所以我們來看看 太太實際上分給繼承遺產 就是他兩千萬要扣掉他本來欠款三百萬千 還有今天要欠給先生的 這要給先生三百五十萬 所以他的遺產應該是總計一千三百五十萬 一千三百五十萬 再除以五 所以每個人分的兩百七十萬 所以你看今天你懂法律的時候 而且要算清楚 今天先生他可以拿到 就是三百五十萬夫妻勝於財產 再加兩百七十萬 這才是他剛剛拿到 所以這個就是精確的算法 所以你要知道 那你說我不希望先生拿那麼多 那怎麼辦 我有時候看到這事情 我們也會鼓勵說 既然是爸爸 如果他真的對你還是有照顧之恩 那有時候他真的需要 你還是慢慢抚養他 不用一次給那麼多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